消委會今年頭五個月 接獲51宗牙醫服務投訴 比起去年同期少一成本 其中一宗投訴 投訴人去到一間牙科中心沽牙 用2萬3千元購買療程 之後中心說本地診所沒有空檔為他磨牙 見他改到深圳診所處理 投訴人要求退本 但中心職員有稅底下接受安排 投訴人期後在療程期間 發現牙套不能緊貼牙齒 要求退款但被拒絕 於是去到消委會投訴 五位方介入後達成禍解 牙科中心同意退款大約8千元和終止療程 消委會說如果消費者選擇在內地接受服務 需要留意內地監管制度和香港有變 如果在內地出現事故或糾紛 可以向內地部門投訴